《自然医学》杂志公布新研究,与未接种疫苗的新冠确诊病患相比较,以接种疫苗的民众在感染后的六个月内再次被感染的机会只降低了15%,也就是说有接种疫苗之后所能降低的长期风险并不多。 研究不只发现,疫苗并不能完全保护病患免于遭受新冠病毒感染,且后续追踪还发现,全球正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仍苦于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后遗症,且病症包括脑雾、疲劳或心跳加快。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新报告,年龄介于18到64岁的新冠患者,有高达五分之一的人,在感染之后的一个月到一年之后,体内仍存在至少一种的新冠后遗症,且他们未来发生肺栓灾或呼吸道疾病的机会是普通病患的两倍。 来自拜登政府的新报告同样也证实,长期性的新冠感染,预估影响到高达2300万的美国人,且导致100万人无法继续工作。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